不以巴士量表作为一标准 柯文哲提 一功课不同人头税就解决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经以投资健康 有效医疗 永续健保为题 提出医疗政策大纲 对于巴士量表问题 柯文哲指出 他主张宽松一点 真正有病要照顾的人用巴士量表 另一种是偏向家庭帮用 用另外一条路 也许克不同人头税就解决 对于巴士量表问题 柯文哲坦言 医生也觉得很麻烦 家属要求分数打低一点 对于外籍移工 他主张宽松一点 按照不同程度 克不同人头税 柯文哲举例 母亲80岁 看起来很健康 巴士量表达起来很正常 不可能顾外用 但是希望照顾他不要跌倒 不是等到跌倒了要坐轮椅 再请看护工 柯文哲认为 巴士量表不要作为申请移工 唯一标准 他主张申请外籍看护工分成两种 一种真正有病要照顾 用巴士量表 另一种是偏向家庭帮用 用另外一条路 也许克不同人头税就解决 至于怎么做可以讨论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